歡迎來到露天小劇場 我是明君 這一集的主題是日本傳奇樂團XJAPAN 我將會從團長Yushiki 如何從一個會彈鋼琴的暴走族 到紅遍日本獨立音樂界的故事 如果喜歡這次的主題 請順手幫我按讚訂閱 那我們就開始吧 Yushiki 的本名是林家樹 畜生在日本千葉縣 家裡經營和服店 小時候的Yushiki體弱多病 經常進出醫院 而富二代的父親對他疼愛有加 有次Yushiki把幾百張唱片從二樓往下丟 父親也不曾發怒 生活富裕的他 從小便擁有了自己的音響 天無望眼鏡、LP唱片 有次Yushiki不想吃學校的營養午餐吐司 便自己帶了烤麵包機 但老師說這樣對其他人不公平 Yushiki 一聽覺得真的是不公平 所以自己就帶了兩台烤麵包機去學校 讓班上的所有同學都可以吃得到烤麵包 Yushiki從小就對音樂感到興趣 四歲的Yushiki聽到隔壁傳來的鋼琴聲 覺得聲音美妙便開始學鋼琴 他後來還學了小喇叭 往後的生日 Yushiki的父親都會送他一項樂器 在幼稚園的時候 Yushiki就認識了初三立三 也是後來X-Japan的主唱Toshi 但他們決定主團是國小之後的事情了 Yushiki一直把父親視為榜樣 但是父親卻在Yushiki十歲的時候選擇了自殺 有次Yushiki放學回到家中 發現許多人圍繞著蓋著白鋪的父親 沒有人知道自殺的原因為何 而就讀小學的Yushiki 對於父親毫無預警的自殺無法接受 從錯愕轉變成為憤怒 最後成為揮之不去的悲傷 他此刻才理解到死亡是這麼的觸手可及 在往後的創作中 Yushiki寫下了Tears來緬懷父親 時間還是一樣的過 母親身兼父子扛起和服墊 以及養育Yushiki其弟弟的責任 母親在每一年Yushiki的生日 依舊會送他一項樂器 此時的Yushiki因為父親的離世 而埋下悲傷的種子 讓他比其他同齡的小孩更加成熟 當其他的同學還在封職棒選手 玩具卡通的時候 Yushiki是在家裡聽著古典樂 女王貝多芬的肖像 天才的小時候 果然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Yushiki十一歲的時候經過唱片行 一張唱片影響了他的一生 就是Kiss樂團 激昂的吉他破音回盪在Yushiki的房間 心跳隨著鼓聲碰然跳動 躁動的搖滾樂轟炸著Yushiki的感官 之後Kiss來到了日本開演唱會 Yushiki當然不會錯過 母親才剛問Yushiki這裡要表演什麼 就立即被電吉他的音響襲擊而來 Kiss樂團的打扮在當時簡直就是個外星生物 但媽媽和弟弟仍舊陪著Yushiki看完表演 還一邊把壽司吃完 四本的壽司果然好吃 原本一心只喜歡古典樂的Yushiki 對搖滾樂感到了強烈的興趣 小魯的他就立定了志向要成為搖滾巨星 於是他向母親要了一套鼓組開始練習 此時他身邊的朋友都還在玩模型玩具 完全都沒有聽過Kiss 也不知道什麼是搖滾樂 只有藝人也一樣喜歡Kiss 那就是Toshi 加上Toshi會吉他 於是Yushiki和Toshi又另外找了兩個人 相約組成了樂團 起初Yushiki是擔任鼓手和主唱 但因為聲音系又尖銳 所以還是退了一步 讓Toshi當上了主唱 而他們樂團的目標就是把Kiss的歌全部都練起來 情於練鼓的Yushiki擺脫了體育弱多病的體質 而搖滾樂也暫時讓他忘記失去父親的傷痛 沉迷於樂團的Yushiki漸漸荒廢了課業 因為抽菸、染髮、翹課等行文 被老師視為全校最壞的學生之一 Yushiki極度反抗大人們所制定的規則 而且Yushiki還迷上了機車所帶給他的速度感 成為惡名昭彰的暴走主義員 但他仍可以在音樂的比賽上 演奏鋼琴得到優越的名次 以及在課業上名列全校的前十名 讓大家不禁懷疑 不良少年怎麼可以演奏出這麼美妙的旋律 上了高中的他已經是師長放棄的對象 開學典禮便以不良高中生的裝扮出席 遇到有人來挑釁 Yushiki就直接一拳打倒對方 看看他的行為以及這一身造型 根本就是香男純愛主 在高三的時候 其他團員因為考大學而紛紛退出 Yushiki打算再次重組樂團 以Iron Madden這種快速節奏 以及豐富旋律為主的金屬團為目標 Koshi更提議團名就改為X Yushiki覺得X有位置數與無限的意義 而且非常的短就一個字母 反而更容易被記住 因此X樂團就此誕生 往後會變成X Japan 是因為和美國同名樂團要有區別 X的第一個創作歌是I Will Kill You 後來也收錄在第一張專輯內 在當所有人都準備考大學 或者準備進入社會就業 Yushiki很徬徨 因為他不想再給母親壓力 所以他也跟其他人一樣 準備報考大學 進入音樂大學成為一名鋼琴家 他婉拒了所有朋友的邀約 此時的他只準備專心讀書考大學 X在學校進行高三的最後一場表演 吸引了快一千位觀眾前來觀看 大家都只為了來看X的最後一場表演 表演結束後的Yushiki和Toshi 也都已經考上了大學 但此時的Toshi卻建議Yushiki繼續樂團 Yushiki此刻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覺 他才理解到原來一直在逃避的竟然是自己 從故事中可以理解到 在努力的路上同伴也是很重要的 高中的畢業紀念車上 Yushiki寫下了一個字X Toshi寫下了We are X 兩人便前往東京 踏上搖滾巨星的夢想 Yushiki來到了東京 找了團員繼續樂團發展 起初找演出機會處處碰壁 但他立刻學會了製作試聽帶 他拿著試聽帶去拜訪一間間的Life House 並且自己賣票 為了在其他樂團中脫穎而出 他要求團員改變外型 充滿龐克的刺猬頭以及凶狠的裝扮 成為X的招牌 也因為Yushiki的交友廣泛 他一人就可以賣出200張以上的門票 所以他在Life House也是立刻的受到矚目 同時錄製了X的第一張單曲 I Will Kill You 但Yushiki並不滿足於此 他立刻著手下一步出唱片 他立刻跟家鄉的母親借錢 並且拜訪唱片公司、印刷廠、設計公司 第一張唱片可以說是Yushiki 一步一步的摸索出來 而且他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自己當了老闆 當年的他才20歲 可見與其等待伯樂 不如自己主動出擊 當然前提是家裡的老本要夠 X退出了第二張單曲Orgasm 還自費在雜誌上刊登廣告 這是第一次有獨立樂團 自己花錢廣告自己 雖然樂團已經初步有些名氣 但團員們因為音樂的理念不同 認為將金屬與龐赫虎為一坦 實在是太奇怪 然後又加入了古典樂 實在是讓人無法接受 所以除了Tosh之外的其他團員 接連離團 Yushiki也因此受到打擊 讓樂團的活動一度停擺 直到他發現了吉他手松本秀人 也就是Hide 當時的Hide是Saver Tiger的團長 誇張的表演風格 在舞台上搖身肉丟下舞台 讓Yushiki印象深刻 而Hide同樣也面臨了團員 來來去去的問題 Hide原本已經想放棄音樂 回到家鄉當一名美容師 直到Yushiki在Saver Tiger的慶功宴 對Hide直接說加入X吧 才讓X找到了這位吉他界的天才 緊接著Pata和Taiji也加入了樂團 X無論哪一個樂手 在當時都是獨立音樂界的一時之選 尤其是Hide和Taiji 在自己原本的樂團都是擔任團長的角色 此時的X可以說是敘事待發 Yushiki、Toshi、Hide、Pata、Taiji 這五人可以說是XJapan最輝煌的組合 1987年的X試圖想從獨立音樂界打入主流音樂界 但外界給他們的標籤就是一群奇裝異服的人 演奏的激烈的音樂 Yushiki甚至還在這時有穿婚紗的外型出現 樂屏甚至批評說 X只會用可笑的打扮取得觀眾的注意 Yushiki不論旁人怎麼說 他繼續宣傳 他不惜成本 與團員們集資拍攝了三支音樂錄影帶 而且更瘋狂的是 Yushiki把拍攝成的影片拷貝成了錄影帶 送給每位來Lifehouse現場的觀眾 這無論在何時都是一項創舉 畢竟一般樂團都是在現場販賣周邊 沒有人會在現場大方的送贈品 而且贈品還是音樂錄影帶 X甚至也會上綜藝節目宣傳 這個舉動更是遭到許多獨立音樂圈的朋友唾棄 但遭到的質疑越多 他們的名聲也就越大 漸漸有了唱片公司要和他們接洽 但特意獨行的Yushiki當然選擇了自己出專輯 Yushiki打聽到了出一張專輯的費用 從製作到宣傳約要1000萬日元 肯投資這麼巨額的費用 肯定只有Yushiki的母親了 Yushiki的母親一聽到1000萬 驚訝的說不出話來 甚至告誡Yushiki該找個正常人的工作了 但Yushiki解釋保證這是最後一次 加上弟弟的勸說 母親才願意拿出這1000萬來投資 第一張專輯 Vanishing Mission就這樣誕生了 這張專輯的歌曲 Yushiki、Hide、Tachi都有各自的創作 可以說是集合全員所有的心力 市場的反應熱度也非常的驚人 一掃過去所有X的負面觀感 甚至有其他樂團也開始模仿X 認為就是要這樣搞得與眾不同 才有機會改變搖滾的世界 而這張專輯唯一一首 X從出道到現在都必定演奏的是 Hurray Night 但這個版本是英文的版本 在下一張專輯 才會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日文版本 而且曲中的Solo也有一些不同 Yushiki在之後的訪問中也說到 他很驚訝這首歌可以跨越這麼長的時間 一直讓大家喜歡 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Unfinished就如同歌名未完成 唱到一半就斷掉了 我還以為是CD壞掉了 原來是在下一張專輯 Blue Blood才有完整版 這個概念也真的是夠創新 端出一首製作一半的歌給歌迷 以上就是X Japan的發跡故事 下一集我將介紹X Japan 從蜂蜜全日本到解散的故事 喜歡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下集見掰